大家好我是达车兄 今天咱们来聊降价 2023年开年最大的新闻 莫过于国补的退坡 然而火上浇油的是 特斯拉好巧不巧的 在同一时间宣布了降价 顶着全国键盘侠的一片斑马 新年第一周 特斯拉就收获了 6万多台新车的订单 俗话说的好 有便宜不占 是吧 看着这个在真金白银诱惑下的 收入实在是太有人了 于是不少新能源品牌 也纷纷宣布了直降 或者是变相的优惠 这波广汽丰田的BC4X 也加入进来了 2月9号 广汽丰田宣布BC4X官方指导价 厂商直降3万块钱 并再次的向消费者强调 这台纯电SUV 拥有和汉兰达一样的 2850毫米的轴距 换言之 内部装载空间巨大 除此之外还推出了50%的首付 两年零稀 10年或者是20万公里 三电质保 以及最高8000块钱的 这个置换补贴 三重优惠政策 自此 广汽丰田BC4X的入门版价格 已经来到了16.98万元 无疑啊 这个对于一台合资品牌背景 纯电平台架构的中型SUV来说 是极具诱惑力的 这个价格你就即便是放到燃油车市场里 也可以说是香的没边 而从行业者的角度突发 我只能说此时此刻压力来到了特斯拉这一边 不过就品牌一架能力 新动员车型认可度这种角度而言啊 广汽丰田确实和特斯拉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可产品力层面呢 BC4X可一点就都不差了 三合一的电机 最高转速17000转 电机效率97% 那四驱结构来自于斯巴罗 甚至BC4X还拥有这个越野辅助和如行模式 让车主可以解锁更多样的这种纯电用车场景 这你谁受得了 而在智能化层面呢 T-Pilot的驾驶辅助系统也不比特斯拉的AP差多少 甚至开启之后 我个人认为啊 公路上的实用的实际体感是要柔和很多的 那此前我就一直认为说 特斯拉的存在就好像那个把镖一样 激励着其他品牌不断的去赶超 而这背后最终收益的终归是我们消费者嘛 2022年广汽丰田年销量突破了100万台 2023年他们更是要在这个基础之上继续高歌猛进 而对中国消费者而言 一切的根基那就是实惠 无论是低价购入还是购入的产品配置更高 续航更扎实 这时候要是再把营销做到位 做得更合胃口 后期服务也跟上节奏 那想不做一个领跑者 真的都挺难的 我是大师兄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